2024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正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 今年展会现场发布的消费电子产品 大多都与生成是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为产品形态带来新变化 也为技术发展带来变革性的机遇 我们来看具体的报道 今年的展会上 一家美国科技公司 带来了一款小型无屏幕设备 依靠语音对话和手部动作 来触发与用户的交互 开发负责人表示 这是一款从最开始 就为AI量身定制的硬件产品 其佩戴在胸前的设计 旨在将AI引入用户的日常生活 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体验 记者注意到 在今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亮相的硬件 几乎都直接嵌入了各项AI功能 来提供更加细分和个性化的功能 云的AI 网络的AI 那它解决是通用问题 解决通用服务 比如说写个五侠小车 创造一个视频 那么AI每天伴随着你 它会学习你的使用习惯 就像你的个人助理一样 在与网络的AI相结合 这样我们既有了手机端撤的平台级AI 又有云AI的能力 我们用双AI的发展战略 来服务消费者 中端撤大模型的加入 对本地算力和储存 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多家芯片公司的展台上 都展出了其在图片智能剪裁 语音摘要整理等 生成是AI领域的能力 而存储厂商也在推出体积更小 容量更大的存储芯片 业内人士表示 生成是AI与硬件的进一步结合 有望拉开新一轮 消费电子产品的创新周期 从而引爆下一轮换机潮 市场对AI在手机应用 和消费终端市场的需求 潜力巨大 未来5G AI和云计算 三者将相辅相成 大概我们今年估计 国内的手机市场 会有10%的增长 云加AI 再加上有移动通讯的5G 将来的未来的发展 通计算是在手机场上 未来的发展 如果 会这样的帮助 就会退出 我们下轮筹地下调查 我们下轮筹地下调查